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代年轻人的想法多啊 那一代的 谭世彤以下的那一代年轻人 那想法太多了 因为中国后来产现出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想象空间很大 包括您现在就说 您觉得在这个现当代怎么去重新想象它呢 对从您的角度 怎么去理解它呢 我觉得谭世彤是给中国的这个戊戌变法留了一块纪念碑 他意识到他的地位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必须做一个牺牲来确立这样一个纪念碑 这样的烈士精神真的很必要吗 这种烈士的冲动 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拦他 但是整个社会需要有这样一个慢慢的一个渐进的改革的过程 但是呢 你我们不能责怪谭世彤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后来的这个 这个张太炎主张的这个革命就是错的 也不能错 因为你没得选择 我们花了一百年的时间认识到中央杰权制度 需要改革 而同时到了27年以后我们又重建了这样一套 那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说那个梁启超说他是清末的一颗彗星 对彗星 是吧 彗星 一颗彗星 这是很亮 很耀眼的 就一下子过去了 其实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人物 对个人是悲剧 对时代来讲是一种浪费 对不对 但是浪费的 年轻人是常态 对啊 很多那么多有才华的就这么在 要么蹉跎水月 要么就是这个悲壮的这个结束 是 是 对 您最早是不是来过看过这儿啊 之前没有吗 我来过来过 就是啊 我很早就来找过的 马勇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 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对于120年前那场维系运动 对于谭思彤 他做过大量的研究与考证 并提出了新颖的视角 我希望他能够给我提供更多的历史细节 这个房子是他知道住的 这个他在这实际上很短 但他小时候不在这边长大的吗 最后那一次很短的 他那天8月初九吧 被抓走那天也在这被抓走了 对 来了 跟你走 我找的就是这种牛逼劲的 为什么他那么贪然 我觉得他是愿意就是 认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而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因此他很坦然的 就是因为他到日本使馆了嘛 到日本使馆 日本使馆就讲你不要走 日本使馆也保护他 另外大道王武一再给他讲 你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可以保护你 离开北京 绝对没有这种安全的问题 但是他自从哪儿都不去 就在那儿等着 因为这些年的晚清史的研究 特别物虚的研究 我们已经看得很明白 以谭慈彤 康有为这几个人所策动的政变 无论如何我们是同情他的 就是说爱国 同情他的这种改革的精神 他这个政变本身 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政变最初真的是谭提出来的吗 还是说有争议 到底是谁最早提出这个念头的 这应该是谭慈彤提出来的 因为这个你从毕永年的日记里边可以看到 还比当时的一个这种史料的逻辑环节可以看出来 应该在策动这件事情上 谭慈彤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另外谭慈彤毕竟他有他的这种资源 大道王武是跟着他过来了 已经过来了 那么另外就和军方去交涉 也是谭慈彤有这个办法 两个人大概可能给袁慈彤还挂不上话 包括您想象一下 比如他30岁初岁年轻人突然进北京 进入了军机四章经 然后就见过皇上一次他应该是 就见过一次吧 谭慈彤见的多 多吗 他但是考证不就见一次 谭慈彤不是 谭慈彤他是军机处的这种小战经 当时光细皇帝是想用这四个小战经 来替换的几个军机大臣 对 就皇帝移驾到哪去 这些军机大臣 藏经都是跟随着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总共他处理他们几个人才干了多少天 干了十多天嘛 对十多天 就两个礼拜也就是 对对对 哎呦 肯定好是吗 马上您 胖了都坐得比较费劲 对对 您觉得如果生活中碰到他 您会喜欢他吗 我觉得可能会喜欢 但是不可能交成这种很亲密的朋友 嗯 我总觉得谭慈彤是给别人交往是有一点的那种 有一种这个也有点障碍有点问题 哈哈哈哈 就大概是应该是随着你相信自己的判断 嗯 特别自信 对不愿意接纳别人的看法 嗯 包括他们就这么年轻人突然有这么大一个权力 他们是你觉得对谭慈彤是什么样的感觉 什么样的冲击呢 那当然可以办大事了 嗯 谭慈彤的应该很荡的一回事 嗯 四个人当中只有他 嗯 是没有官场的历练 嗯 我觉得他所有的关键点就在信了这个 有矛盾 官场有 两宫有矛盾 我们今天读史料的时候就 就是凡是和两宫有过直接接触的人 嗯 没有人讲 没有人认识两宫有矛盾 嗯 所以你知道你觉得两宫矛盾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吗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主要就是谭慈彤开始对这个原来的判断以后这改变 主要就在于光绪皇帝让他去起草那个冒秦殿的 嗯 成立的文件 嗯 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刺激性非常强的 但是光绪皇帝多说了一句话 我这几天去园子看太后 七朝好了我带过去 嗯 我们今天可以充分解释 我带过去 嗯 给太后商量商量商量 把宝关 把宝关 或者如何都可以 但是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两个误会 嗯 一个谭慈彤的误会 一个是康里伟的误会 谭慈彤误会在哪呢 谭慈彤误会就是说皇上没权 他直接认为皇上这种事情就直接就定了 嗯 而且是个新机构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康里伟会误会在哪呢 谭慈彤回去不去给康里伟讲了 嗯 皇上今天让我起草这个东西 谭慈彤应该是这样摆打吧 嗯 就说康里伟说 诶 哥哥 你先别走啊 我去找徐志敬去 看他让他推荐几个名单 康里伟的想法是赶快给冒青年 让他咱们几个人站位去啊 这个误会呢也是导致后来几天 北京这种 以谣言似起一个原因 因为康里伟很快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了 散布出去了 皇上去请示了 要设这个冒青年 结果第二天没消息了 第三天 说太后不同意 就越传了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导火手了 嗯 那就是皇上跟太后之间发生剧烈的冲突 为了设立改革的机会发生剧烈冲突 这一半辣椒的一半糖的吗那种 还有吗 没有了 那五个肉包子 五个辣椒肉卷吧 一共十块钱吗 真的 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以为你们先当熟悉堂来 没有先吃早饭再去 吃一口 那这个是很典型的长沙人吃的粉 长沙人吃的粉 那五男人吃辣椒历史什么时候开始的 具体来说应该是康熙乾隆年间开始的 很奇怪和西方一样 它也是辣椒引育意大利以后 突然一下就爆发了一场文艺复兴 那么这个辣椒引进到湖南以后 那么曾国方左中堂一群人就涌现出了 所以五男人到辣椒崛起的 靠辣椒崛起的 我个人认为 那现在湖南人还是辣椒 也不违心了 也不革命了 开玩笑 干什么 唐上的老人都是这样的 嗯 它也不会怎么样 但它一定要跟你讲净一个道理 因为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擦签了 立刻走到另一个世界了 这一片地方全部都是 printed 所以过去这是规模很大的 因为它里面要住学生 至少它第一批就招了40多个学生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湖南的某种意义的中心 也是全国思想的中心 对 尽管很短暂 持续了半年也就是 对 请不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是说他们从广东来的一批改革开放最早的这些 最早的改革开放回来 从广东过来 对 陈老师您坐这 您就坐好了 陈老师您坐好了 关于谭的死以及后面的邱锦的死 他们应该是一种相续的 当然他们有不同 有本质的不容 邱锦是革命的 革命 我知道 我个人甚至认为就是说谭世彤的死 他们已经断绝了一些人 幻象断掉了 至少是他们失去了一部分希望 你把所有的路都断掉了 你不上梁上不行了 你没路可走了 所以这个弗兰成为激烈之地 就是讲你变法的人想要违心变法的人也杀掉了 你想要稍微改良的人也杀掉了 你搞教育的人也把他杀掉了 最后面我没有路走了 湖南人经常讲一句话 叫做要死卵朝天 不死万万年 或者不死当神仙 不怕死 我们在路上碰那个大爷 碰一下之后 就跟你要干起来那种 要死卵朝天 要给心里干一下 刚才感觉 对 特别湖南 对 促成肯定 他那个死亡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种 对 一味的强调只是为了革命什么的 为了什么变法什么的 我觉得那还是 那其实也没有抬高他 反而显得这个人很单调 对 我想不出 你想不出任何一个原因 为了一个变法非要去死人的 对 那我爷爷的他比谭世彤小14岁 谭世彤牺牲的时候他19岁 他已经在狐林医征营书院读书 我看了他写的东西 他有这方面的回忆 他就是说谭世彤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 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ve a taste Just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I don't really want to hurt you 再到法华寺 你一个警察来了 我以前来看过戏 我好久没来过这儿了 好久没来过 我们算看了查检 对 查检第一场不就是户虚之后吗 您知道原来法华寺的遗址在哪里吗 前面一个宿舍楼吗 对对对对 那宿舍楼吧 过去法华就这儿是吧 对对对 过去应该很大一片吧 对 那一片挺大的 拆逛了全没了 太可惜了 房子都没有了 逛了我们找个遗址 不让是吗 那是101号是在这边吧 保护肚子 别再来诈 有规定是吗 对 马上你说 比如活到现在2018年 比如对一些年轻人 他想去理解谭思彤这样的人格 或他的行为 这种可能性大吗 或者说怎么去理解 你在网上你要开批一下这个问题了 我估计回答会五花八门 年轻人现在肯定不能理解 凭什么就是一定要死掉 能逃就逃了 他会这样想问题了 我觉得我们可能从物须的教训当中来看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 就是每一个人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去读康有为的上书 去读康有为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对谈 我们过去这样看回头像牛逼哄哄的 好像是这个好多建议 壁制改革 国际贸易平衡 他都有 但是这些今天我们真正去分析的话 他这些东西在张英华 李宏章眼里边 你太小而可 因此你看他谈完之后 连他的恩主都觉得不耐烦 狂 狂 古东话为什么讲他狂 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体制内的大臣 要么是已经做了 要么是我们知道而没能做 所以我讲知识人要守住自己的边界 就是说你的议论 一定要注意到边界什么呢 就是其实体制内的高层 比我们知识人得到的信息 要多 要全面 要更重要 所以我想可能如果我们去理解1898年 就今天对我们来讲的话 可能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要反思一下就是可能知识人 要守住自己的边界 当然政治家呢 我觉得也要检讨 哎呀政治家能不能有个宽容心 我就觉得这个上来就把这个一个星期 把这几个人给杀掉 我觉得政治家太心胸太小 就如果不是这么一个结局 而是通过了充分的审判 通分的辩护 那么我们这个事情今天何要我们这样讨论吗 不要讨论了 假设推理都不需要 那就至少这些案件 卷宗都可以呈现出来 我们今天这个事情为什么让我们都很牛逼 因为没有资料嘛 可以猜是吧 有资料的话我们都不牛逼 一个良性的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各自其之嘛 每一个人做只好 每一个人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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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作文作词 女 Breakfas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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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